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7月11日以来 新高76.42美元每桶 美国原油大涨2.21% 创8月8日以来 新高至69.31美元每桶 交易员趁油市供需前景相当紧俏 因为美国即将制裁伊朗 将从11月起把伊朗石油出口作为目标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退出伊朗核协议 趁该协议存在缺陷 并将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以遏制该国经济 迫使伊朗重新磋商协议互改变方向 自那以来 美国与伊朗的口水战不断升级 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红Dark第三大产油国 今年其原油及明西油的日军出口量为约250万桶 相当于全球消费量的2.5%左右 伊朗周三警告称 如果该国遭到美国的攻击 伊朗将打击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John Dalton 之前称除经济制裁以外 华府将对伊朗政府施加最大压力 博尔顿表示 美国对伊朗再次实施的制裁措施 已经对伊朗经济以及国内约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博尔顿在出方以色列其坚衬 毫无疑问 美国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但我们已经为伊朗制造任何突发事件做好充分准备 美国投行Jeffrey S.周五说 第三方报告称显示 8月上半月伊朗邮轮装原量 已较7月同期 减少约70万桶日 如果真是如此 将超乎预期 我们预计到第四季时 市场要么供应不足 要么闲置产能下降 要么两者都有 能源咨询机构FG1预计 到2019年中期时 伊朗原油及宁西油出口 料 将降至不到100万桶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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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